如风说梦幻,八卦天天看 浩文在绍兴剑湖遭遇服战选拔 紫禁城服战带F哥六个号,397神恋出战 六月份的五神坛之战已经报名完毕 本月是浩文转战绍兴剑湖之后的第一次服战 他自己的女儿浩因为转区时间不满一个月还没法报名 他将以团队主指挥的身份参加本月服战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浩文在绍兴剑湖的服战首秀 就遭遇到了服战选拔 从双方的历史战绩来看 最好成绩都是服战48强 投票的积分也非常接近 这一场选拔赛是肯定要打的 在双方报名图当中 浩文团队只有女儿和武装两个封系 他们携带了双神木铃 而他的对手则携带了女儿 武装、盘思三个封系 看上去报名阵容更加合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身穿墨黑色青花词的浩文 能否凭借自己的指挥天赋 赢下本月的服战选拔 在绍兴剑湖来的开门红吗 上个月服战夺冠之后 紫禁城赵山河、风采 VB三位老板圆梦退影 神豪F哥专门制作了一部精美视频 和曾经的队友们告别 在紫禁城本月的服战报名当中 参赛的九个服战号当中 有六个号都是F哥的 赵山河的空号也已经被他接手 F哥的397神恋号 本月也将以服战神木铃的身份出战 在五月份 这个号还专门买入了 全服第二的愤怒法爆伤害腰带 F哥的地府号 手握1107的利地府神器 这个号不仅可以作为辅助地府用 也可以作为利地府使用 上个月的服战当中 紫禁城成功夺冠 这个月他们肯定是奔着 未免的目标去的 人间离开之后 波罗一个人扛起了主指挥的大旗 他能否率领团队未免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